智利负责为矿工进行首次体检的医学专家 莉莉亚纳·德比亚说 尽管矿工们为营救行动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而且身体状况良好 但是他们在获救后仍然需要特殊照顾 德比亚说 为了避免紫外线辐射对眼睛造成损伤 矿工们升上地面后将会通过一些镜片接触境外光线 与此同时 他们的双眼开始逐渐适应阳光 并在光线昏暗的房间中接受体检 由于矿井下面湿度大 矿工们突然进入干燥的环境后 眼睛会非常干涩 身体和手脚会受到真菌的侵蚀 医生将给他们使用人造眼泪 以及一些抗真菌软膏 同时矿工们还将用抗菌漱口水刷牙 杀死口腔细菌 德国皮肤科医生塔迪亚纳·里维罗斯说 被救矿工必须保证其皮肤不受紫外线辐射 否则很容易出现破裂和感染 因此必须用柔润的肥皂 保湿高护理 穿长袖衣服和棉质长裤 白天则必须戴宽颜帽遮蔽阳光 德国营养师卡罗琳娜·刚萨雷斯表示 尽管矿工因救援需要 必须在井下节食减肥 但在身体恢复过程中不能暴饮暴食 必须少量逐步增加 饮食以水果蔬菜和牛奶为主 因为在井下矿工的排泄受到约束 消化能力也受到影响 如果突然暴食 容易引起腹泻 导致脱水影响康复 对矿工们来说 最大的挑战是恢复正常睡眠 对此医生建议 矿工们在第一周要避免熬夜 养成早睡的习惯 晚上不要饮食 保持遮光自然的卧室环境 卧室里不要有电视等娱乐设备 如果持续失眠 在前二至四周 可吃些安眠药帮助睡眠 通常在一周后 矿工们可能会做噩梦并惊醒 这是在灾难后的一种正常反应 因此专家建议 矿工家属应尽量避免回顾灾难场景 和为亲人担忧的经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